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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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果 你想怎麼樣 郭伯伯 我剛說了句句實言 我在全城郊受這個姓趙的折磨 幾乎性命不保 這每一件事情他都給你作證 怎麼樣 走 慢著 別走 過來 視別三日刮目相看 論武功 你郭伯伯也未必是邱道長的對手 但剛才所見你的武功奇鬼無比 要勝過邱道長似乎是易如反掌 我看你現在是揚眉吐氣了 郭伯伯 你太抬舉我了 指引本門的主師婆婆 當年與全真教創教始祖 王重陽有莫大的恩怨 以至於她潛身苦修 創出了諸多 克制全真教的武功法門 加上邱楚姬 性情急躁 自亂正角 我才能夠僥幸獲勝的 郭兒 你剛剛說那種姓龍的姑娘 是不是上次在中南山 住在古墓那個姑娘 正是 若不是我姑姑保護我收留我 我也不可能活到現在 郭兒 當時我送你到全真教學醫 是希望你好過點 我真沒想到 反而讓你吃盡苦度受盡委屈 你 你是不是很埋怨郭伯伯 小子不敢埋怨郭伯伯 好 好 郭伯母 咱們一別多年 這些日子以來 小子已經洗心革面了 從今以後 我一定會好好聽你的話 做你的乖寶寶的 郭伯母不相信我的話 我可以當天發誓啊 真的 你們怎麼在這 對不起 對不起 要 反應怎麼樣 你們三個孤孤孤孤孤在這幹什麼 我 師父 郭伯伯 您不要生氣了 他們應該是關心我 怕我挨罵挨揍的 所以在這偷聽 你不要怪他們 對 郭伯母 你的頭腫了個大包 跟雞蛋一樣 你師父 威兒 威兒你這太過分了 姑姑 算了啦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傷害夫妹他們的 你們別生氣 姑兒 你比以前懂事多了呀 對對 你跟那龍姑娘是怎麼樣結上仕途之緣的 這話說來話長 娘 聽點 娘 這賴皮狗分明就有心傷我 你一定要冒出這口氣 誰叫你在窗外偷聽的 人羊都傷了 你還罵我 娘不是罵你 只不過是教你偷聽的時候要小心點 娘 那賴皮狗這次回來啊 吳哥滅得好厲害 或者領皮回來投靠咱們拘心叵測 千萬別讓爹收留他 你不用擔心 娘是有分寸的 事情就是這樣 是或是福真的是很難說啊 沒想到你離開全身教之後呢 反讓你的學意呢 有這麼大的成就 郭伯伯 這幾年來 稀奇古怪的武功我學了不少 可是我的內功修為上前 有很多武學上的疑難待解 我知道郭伯伯在這裡 所以我特地敢來 向你請教 希望有所注意 很好 只要你喜歡 以後郭伯伯呢 會將我全身的武衣呢 全部傳授給你 這樣也不枉我跟你爹呢 結意異常 謝郭伯伯 這次你是跟你師父 一起來的 怎麼了 我師父丟下我 浪迹江湖去了 他不要我 這這沒關係沒關係 郭伯 以後只要你跟著我 我絕對不會讓你再吃苦頭 啊 謝郭伯伯 還在想你師父啊 這江湖上的奇人意識呢 這脾氣呢 就是比較古怪 想起我岳父東邪 黃藥師 他的脾氣呢 也是很孤僻 不喜歡熱鬧 自從他幫你郭伯母跟我 主持成婚之後呢 就 沒多久就很煩 後來就留了一封信 說要去什麼 一個安靜的地方隱居 就這麼離開了桃花島 從此呢 就音訓全無 到現在都是不知所重 是嗎 當年華山論劍的幾位忠師 從陽真人已是 南地隱居深山 欺讀歐陽風神志不驚 已成風巔 東邪北盖 到現在是音訓群不知生死 真是滄海桑田 人面桃花 不知道我岳父和七公 現在是否尚在人間 郭伯伯 七日紅 你說什麼 沒事 沒什麼 老伯 吃飯了 小嶺 沒事吧 都是臭蟆開的 她祖宗哪 沒事這麼大勁了 臭蟹花呢 臭蟹花呢 你媽誰祖宗你 你媽誰祖宗你 臭蟹花呢 她你也要 臭蟹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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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骂你怎么样 骂我 麻烦你把我手松开一下 你骂谁走啊 你骂谁走走你 你臭蛤蟆 你居然敢打我 看我降龙是吗 老叫花呢 你不行了吧 我告诉你 我今天破船还有三千钉呢 你瞅着我老蛤蟆公教训教训你 我这老蛤蟆硬飞冲天海 走 臭蛤蟆 你这恶狗响食还真厉害 我的妈呀 我这怎么回事 看来呀 他的伤比我中多了 说什么 你说谁伤得重 我伤得比你重 你不服气 咱们再来比一比 一会儿不开 你打不开啦 别打了 别打了 我掐死你 不要再打了 杨大哥告诉我 杨大哥告诉我 杨大哥不许再动了 不要再打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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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臭丫头 你在干什么 你什么意思的是 我是干什么 从前我们家狗打架的时候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才能把他们俩分开 什么 你骂我是狗 我妈你是狗 我还抬去你们了 你们信誓旦旦的说自己是什么英雄 其实都是不守信诺的大混蛋 你 我不是狗 我说的就是你 你口口声声跟杨大哥说不伤及人家性命 可是你为什么要跟红老前辈还打得个落花流水 我 我 还有你 你 你借口让杨大哥去什么英雄大会 其实 你根本就是找机会 向他衣服下毒手 我没有 是他先出手打我 我先出手怎么样 是吧 他先骂人的 不骂人我就不会打他 我只是骂你 我没有出手打你 他是不是先骂我 骂我的话就会打人了 你不该动手打我 你不该出手 你不该出手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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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气死我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吵的话 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杨大哥 看他怎么说 是不是 杨大哥不要我 不要我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告诉我 好 你们两个人都内伤极重 若能保住性命一属不易 为什么还要互相伤及对方的性命呢 杨大哥走的时候 把你们俩托付给我 你们万一出了什么岔子 我怎么向他交代呀 谢谢丫头 谢谢你 你 丫 丫头 没什么事我就回房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坤儿 你就住这房间 好 过几天呢才是英雄大会的正日 所以这几天啊 我要忙着应酬这些英雄好汉 不得抽身 等这正事忙完之后呢 我再好好地跟你谈谈 郭伯伯 你有要事要办 你尽管去忙 我会安排自己 好 这 这条衣服不太适合你 换打新的 好 谢谢 郭伯伯 郭伯伯是不是也住在这儿啊 是 她 她就住对卧 我跟她住得这么近 她会不会看到我不高兴 这丫头脾气是坏了点 但她本性并不坏 如果你能够不计前嫌 跟她好好地交个朋友 那郭伯伯一定会很高兴的 郭伯伯 您的意思是 要我设法和她和解吗 如果你能够原谅她话敌为友 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好好地休息 郭伯伯慢走 买冰狗 妈妈 我真的那么痛 夫妹 没关系啊 先喝口茶再说 不喝 不喝 夫妹 你别生气啊 我啊 一定给你想个好办法 看看怎么教训教训那条赖皮狗 你们俩啊 连手都不是人家对手 还口猪狂言说教训人家 武功不及也可以教训她吗 哎 无需立敌 咱们可以智取啊 哎 还是别跟她做对了 师父知道啊 又得骂死咱们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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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笑如鼠 还算男子恨大丈夫吗 哎 你们三个人说什么啊 这么兴高采烈 有没有我的份啊 赖皮狗 这是我房间 我不想看到你 给我滚 有什么关系嘛 是不是 我 我 你们两个我说不想看她啦 还不把你撵出去 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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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武功那么厉害 我可打不过你们了 杨国 杨国 杨大哥 你还是别再捉弄夫妹了 师父 师母他们现在忙得很 咱们还是别再给她添麻烦了 杨国 我警告你 师妹可是师母的心头肉 你最好别惹师妹生气 惹师妹不高兴啊 就是惹师母不高兴 你要是不想惹师母讨厌 就赶快离开 别再招惹师妹 说的有道理哦 不过你们两个废话少说了 先看看自己的手背吧 手背怎么好 你 你弄脏我们的手背什么意思啊 哎呦 你们常年住在桃花岛啊 难怪你们孤陋寡闻啊 你们手背不是弄脏啊 你们是中了武毒神掌 你 你说什么 我有位朋友呢 从赤炼仙子李莫愁那边 弄来了一本武毒秘传 交给了我们 我天字聪颖 我很快就学会了 这个武毒神掌呢 阴毒无比 医书上说呢 你们马上啊 就为心生幻象 然后全身骚痒 骚痒 骚痒骚到全身溃痒而死啊 哦 信阳的 干嘛对你有为什么深仇大恨呢 你干嘛这么很多你 我也不是纯心要他们的性命 就是每次看到他们两个 像苍蝇般的围绕在你身边 我就讨厌啊 你 你们想要命的话呢 赶快找个清静的地方打坐发工 将蒸汽汇集于夏丹田之后呢 再用围绿吐出 经过半个时辰之后啊 把这个解药用酒送辅 到时候呢 剧毒辩解 手上的痕迹啊 就会消退了 要命的话赶快去啊 哎 快走吧 哎 夫妹 你先别走啊 你想干什么 我 我来跟你说几句话 好 小佳 今晚的英雄大会要好好的招呼 千万别怠慢了 嗯 是师叔 您放心吧 师父 师母好 师母好 你们俩站住 你们俩那么急着去哪儿啊 师父 我闹 闹肚子了 我也肚子疼 你们俩一起闹肚子 又不是双胞胎哪那么巧 啊 啊 师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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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 你别误会 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也不敢对你怎么样 我支开大午小午 捂住你的嘴巴 只是希望你能够心平气和 听我说几句话 从前的淘化岛都是我不好 那天你的船上骂我骂得对 我处处和你作对 最主要是我嫉妒你 我嫉妒你家世贤客 嫉妒你美貌如花 嫉妒你爹 带你像掌上明珠 世上怎么可能有像你 这么幸福的人呢 你根本不知道人间疾苦 我放手了 你不要乱叫 风妹 你的容貌越来越漂亮了 站开点 好 我站开我站开 你别生气 我这次来陆家庄 除了向你爹讨教功夫之外 最主要是 专程来向你道歉 道歉 谁相信你啊 你如果真的来道歉的话 干嘛每次一见面就惹我生气 哎呀 都是我不好 我该死了 我只要看到大午小午 像苍蝇般的围团在你身边 我心里就冒火啊 而且 我如果不处处跟你作对的话 你怎么会理我这个出身平寒的人 你知道吗 你是我这辈子见过 最标志 最漂亮的姑娘来 那 我们可不可以化敌为友 如果 你想跟我化敌为友的话 也不用那么狠毒嘛 用什么武毒神长来对付大午小午 还有什么武毒神长啊 骗他们 你好坏 兄弟 怎么还不好 你看看 这又一个多时辰的解药了 怎么还不下去 你别说了 没救了 你别往脑盆上闻 这有毒啊 你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哥 好的 咱俩没事了 好了 咱俩没事了 好了 得救了 笨蛋你别笑了 咱们 咱们让那个赖皮狗给骗了 可恶死了 混蛋 哥 咱们找他去 走 走 蜂妹啊 这是什么画 好漂亮 芙蓉啊 芙蓉啊 难怪了 跟你一样名字有个夫子 难怪怎么会漂亮 你啊 小打岔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师父为什么不要这个 原因有很多啊 你看我又懒又笨 脾气又不好 又不会学人家当什么小矮人 伺候师父的亲人啊买什么马鞭子铝鞭子的对不对 不过话又说回来 要是我跟大五小五比起来啊 我比他们强多了 对不对 好 姓杨呢 你说什么 早知道你是个小人 没想到你就如此卑鄙拙论 居然用诈吓人 还侮辱我们哥俩 哎哎哎 谁让你们两个自己这么笨啊 杨哥哥随便讲几句花言巧语就给吓到了 什么事 夫妹 杨哥哥 这条赖皮狗什么时候成 成杨哥哥了 是啊 我跟杨哥哥啊早就已经话题为友 以后不许在家里赖皮狗啊 你这个赖皮狗 你说 你给夫妹吃什么药啊 喂 我说不要在家里赖皮狗 你听不懂啊 夫妹 他不是好人呢 你不要跟他来往行不行 我爱跟谁在一起 你管得着吗 他人好怕我自己会方便 杨哥哥我们走 夫妹 你 哥 咱们找师母去 走走 师母 师母 什么事 人呢 刚才还看见夫妹 陪着在这赏花呢 怎么这么快就不见了 这小子嘴巴可不必从前 竟挑起好话来讨好夫妹 惹得夫妹咯咯直笑 一副乐不可知的样子 师母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小子 突然性情大变 不但不跟夫妹作对 反而还刻意讨好 其中啊 必定有诈 哪匹是你的马 给你猜啊 是不是这匹啊 哎 夫妹 你好厉害哦 以前的桃花岛啊 我就堂听下人称赞你 说你冰雪聪明 智慧高人一等 本来我都不服气 可是现在啊 我不得不相信咯 你是怎么猜到的 该帮弟子除非是在危急 否则是绝不起马 至于其他来参加英雄宴的武林中人 各个都一缕光鲜 除了你杨少侠之外 还有谁有资格能配得上这匹马呀 哎 你不要看这个赖马样子 虽然长得丑啊 可是它很有灵性哦 而且能够日行千里 我看啊 这其他的马都跑不过它 是吗 嗯 开玩笑 我骗你干什么 哎 赖马 跟姑姑娘打个招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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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他怎么听得懂人话 嗯 他的妙事啊 可多着呢 三天三夜讲不完 不过他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了 什么缺点啊 会嫉妒啊 嫉妒 嗯 除了我之外啊 谁都不能骑他哎 尤其是跟我在一起的姑娘 哇 那是更不可能骑上他呢 是吗 嗯 这样子啊 我倒要来试一试 哎哎哎哎哎 喂 这他脾气不好 你不要惹他啊 哎呦 我从三四开始啊 就跟着我娘学期嘛 什么喜气古怪嘛 我没骑过啊 看我的 驾 喂 要小心啊 嘿嘿嘿 小心 是吗 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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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果 我女儿呢 呃 他 啊 啊 救命 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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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救命 啊 救命啊 啊 福尔 夫妹 起来 夫妹 夫妹 你没事吧 夫妹 娘 夫妹 怎么样 夫妹 你脸怎么了 你脸怎么了 小五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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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的 夫妹 没关系啊 您 您看什么 夫妹让你弄成这个样子 心里透了 一定量会的透顶吧 我只想知道 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到底怎么样了 夫妹福大命大 你害不是她的 对 陈总死了这份心吧 我只想知道她伤势如何 脸上有没有事 要不要紧呢 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你站住 师母现在不想见到你 你别进去自讨没趣啊 赶快走 自讨没趣是我自己的事 又不找你们担心 你好不要脸啊 师母不愿意见到你 你听见没有 快走 这里不欢迎你 快走 你 小文 师母 师母 夫妹 师母 为什么对你杨哥哥如此无礼 他 是我叫修文跟敦如 打发他离开的 我不想再看看他 宋儿 这 这工人又得罪了你什么呀 他没得罪我 他差点要了你女儿的命呢 什么 娘 娘 夫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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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儿 你别再骂杨哥哥了 你的腰伤了 快回去躺着休息啊 娘 你要我说多少遍 你才相信我啊 杨哥哥早就警告过我 说那赖马脾气不好 是我自己好生逞强坚持一事 才会有此意外的 真的不是他准气害我 好啊 太好了 我的夫儿终于长大了 不再是非不分 硬说别人不是 存心也好意外也好 我都不在乎了 重要的是你的伤没什么大碍 要是你容貌毁了 或是手足跌断了 你这辈子怎么得了 我都不在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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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哥吩咐过 让我好好的照顾你们 这都讲到第四遍了丫头 你们在武林上都是有地位 有身份的人 每天还像小孩子一样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像什么话吗 我可没惹她 是她先拿青蛙跟蛇来吓我 你看丫头她都自个都讲了 那青蛙跟蛇是我的吧 我给她的吧 你要回来 要回来 我告诉你 青蛙是你的没错 可是你拿青蛙和蛇来捉弄洪老前辈 现在帮她填跑肚子也是应该的嘛 我不要了 还给我 不要了 不给 你还给我 好啊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就去大圣关告诉杨大哥 看他有什么说法 是不是 是不是 没错 是吧 那 鸭哥 我进屋里去没事啊 刚才没发生什么事啊 好 进屋去进屋去 深深静静 好东西 你吃了 几品几品 几品几品 你有urst 你肯定 你太多了 我愿意 有鸡 尽 我有 臭蛤蟆 你有完没完 哭够了没有 我哭我的泥池里的 谁也不爱谁的事 我一边享用人间极品 一边听你凄惨哭个不停 真是大煞风景 大倒胃口 干嘛 向大家奉陪到底 我才不上你当 我绝对不会随便打架的 你想让我惹我儿子生气 我打死也不给你打架 我从今以后就不给你打架 你休想 好了 长得牛高马大 哭哭啼啼 讨厌 不要哭了 听到没有 好了 既然你不出手伤人 我也不会那么小气 我们交个朋友 好吧 臭叫花的 我跟你交朋友干嘛 我以后大死也不跟你交朋友 你不想讨你好儿子开心 你儿子一直希望我们两个化敌为友 如果他从大神官回来看到我们相亲相爱 互相帮助一定很开心 他以后会更加疼你 好 那咱们俩交朋友 好不好 咱们俩好好的交给朋友 咱们 不是 不是那什么 老叫花 交朋友到底怎么交我 我从来没学过 我从来没学过交朋友 交朋友怎么交 西日穷凶恶极 今日疯疯癫癫 老天爷真会开玩笑 谁跟谁开玩笑 外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们是好朋友 来 吃吧 来来来 交朋友得先吃端 交朋友就是吃吃喝喝 哎呀没想到 平常都是蛇咬人啊 这今天变成人咬蛇 还挺好咬的 老叫花 那么好吃蛇肉 嗯 好吧 这块好吃 给你吃啊 好吃 老大 那青蛙肉怎么这么好吃 没想到你 老叫花你有办法 你把青蛙肉都能做成这么好吃的 如果你喜欢 以后我多弄一点来给你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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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复妹 你睡了吗 复妹 是我 我还以为你已经睡着了呢 我没了 我可以进来吗 可以 复妹 什么事 听郭伯伯说 说你胃口不好 整天都不肯吃东西 我抢架子是不行的 我去帮你煮了一碗野菜粥 来 我全身都在痛呢 手上皮也给擦破了一大块 哪有心理吃东西啊 就是身体疼痛 更应该吃东西啊 吃了东西之后 身体才会很快复原 身体复原之后 疼痛才会消退嘛 都是我不好 害你醉马受伤 我心里实在不安 来 你就喝了这碗野菜粥 当初是给我一个赔醉的机会 好不好 很好喝的啊 来 试试看 他要向你报复 我知道你一定不以为然 但为了咱们家人的安全 我必须把心里想得跟你说个明白 这固然年纪还小 年轻人顽皮糊尿是在所难免的 但 但是你说存心要向你报复 这 这会被太太举大了 我知道你心肠好 不像我 处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福 但是你别忘记了 我是他的杀父仇人啊 休息 手画小心点 我总是觉得 他是我们一家人这辈子的灾心啊 都过了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还是放不下呢 静哥 打发杨国离去吧 别让他在我面前晃了晃去了 你想想 才不过几年的功夫 他的武功已经大有所成了 如果再假以时日 那还了得吗 万一被他知道真相 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好害怕呀 别怕 我没有跟过人 说清楚 他爹当年死亡的真相 就是怕他受到伤害 如果他知道真相不问是非 就向你报复 那我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他 可是 这当年知道这个真相 仍然在世了 就只有你跟我还有欧阳风 但欧阳风现在 以神志不清 以成巅峰 只要你我守口如瓶了 果然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真相 但是 别淡湿了 以后不准再提这些事 早点休息 嗯 师父 脾气虽好 可是脑筋实在不定 就是瞎子 也看得出那条赖皮狗 对夫妹不安好心 可是师父 就是如在梦中 对师母忠言逆耳 实在是可泣 学阳那臭小子的父亲 和咱们师父是金兰兄弟呢 路遥至马力 日久见人心 终有一天 师父一定会后悔莫及的 哼 来 是师父吧 快 我先 哎 哎呀 福儿还没睡啊 都黑底身体还会健康 我看不上去 多湿一点身体才会感化 黑底身体还会健康 我看不上去 好 多湿一点身体才会感化 我看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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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容儿 其实 有件事呢 我摆在心里很多年 我想 我想跟你谈一下 什么事啊 这关于福儿 我想把她许背给过了 你觉得怎么样 她的全身叫导弹 我不在乎 她那福儿追满 我也不计较 但是要把福儿许给她 我无论如何都会反对的 你先别这么冲动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哎呀 我不要听了 总之不可以 福儿不可以嫁给她 容儿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我不想跟你吵架 你能不能先冷静一点 听我把话给说完呢 好啊 你说吧 反正说了也是白说 郭儿她爹 从小流落进过王府 误交匪人 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我想如果她从小就被我 言而书来教导 就不会变成这样 你同不同意 假设的问题 我不想回答 但是你想不想 化解你跟康廷之间的恩怨 如果你可以跟康帝结为儿女亲家 那你们所有的恩怨都会消解 她是死有余辜的 我是问心无愧 根本不需要牺牲女儿的终身 让她化解什么 你虽然问心无愧 但是你于心不安 什么 你想想 这么多年来 你有多少次梦到康帝向你索了 我还记得我们成亲当晚呢 你半夜惊醒 张皇的大叫 我问你是不是做过梦的 你说是 但是当我再继续追问下去 你又不肯说了 当时你是不是又梦到康帝来找你酸账 成年就是了 谁会记住 他远的不说 就说记念 昨天晚上 你是不是又梦到康帝 就算他真的鬼魂现身 向我索命又怎么样 邪不胜正 他敢来惹我 我一定会再一次叫他死无葬身之地的 冯儿 冤家遗解不遗解 这人已经死了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不能看在我杨二叔的份上 就饶过他好吗 福尔年纪还小嘛 他的终身大事过几年再说也不迟啊 说不定到时候一切自有妥善的安排啊 完全不用做父母的操心了 其实孤儿这孩子呢 他 他真的很聪明 本性又不坏 从小呢 常见了人间的冷暖 说有了反叛之心这是在所难免 但是如果现在由我们两个来教导他呢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他必定会成器成菜 到时候福尔主师待人呢 也会比现在更加成熟 我想呢 让他们 让他们白头偕老呢 这这 这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你说是不是 倒是看看那小子表现如何再说吧 好 好 这么快 郭伯母 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了 请进 请喝茶 你比从前有礼的多了 当然了 失贵失多了 总是知道怎么样讨人喜欢 我这个人不喜欢转弯抹角的 我当然知道了 你三更半夜来找我 一定是有些话想对侄儿说 而不想让郭伯伯知道 既然你是聪明人 一定知道我的来意了 你要我马上离开陆家庄是不是 如果你想报当年桃花岛之路 我劝你马上离开陆家庄 你郭伯伯跟我呢 是不同的两类人 他宅仙人后容易受骗 而我呢 我心狠手辣 从来只有我骗人 没有人可以骗到我 你本事这么大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年来 你的武功虽然有很大的进步 可惜啊 你生活上好像不大如意啊 那有什么关系啊 人生不如一事十有八九 不过我一直相信一句老话 就是脾气太来 托年的红服啊 只是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的运气一定好转 那你不用等很久了 你的好运就在眼前 那 这银票上的钱呢 足够你去风流一辈子吧 你的意思是 叫我拿这个钱 马上在你们一家人面前消失吗 嗯 常听郭伯伯称赞郭伯母 说您足智多猛 可是没想到 您会用上这一招 哎 郭伯母 您太令我失望了吧 告诉你 你郭伯伯可没骗你啊 我是有法子令你焦头烂额的 甚至生不如死 到目前为止 除了福儿受了点伤 吃了点筋以外 你还没对我们一家子 造成什么重大的伤害 我也不想上你波波波的心 无论怎么样 除了妻儿 你就是他最爱的人 你也不是个笨人 应该正哪儿退啊 要是我不答应您的要求 那要怎么样呢 如果你要自讨苦吃 那就随便你了 郭伯母 吃苦对我杨国来说呢 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您啊 就不用太费心了 谢谢您 郭伯母 我不受了 您越是亲见我 越要整你 看您拿我怎么样 你怎么样 不高兴啊 不能说两句的 我只是叫你 做错他的锐气 杀杀他的威风 可没叫你 把他摔成这样子 不能骂两句的 发脾气 什么态度啊 我告诉你哦 不要惹我生气哦 下次我说的话 你再不听 我就很 你去哪里啊 喂喂 你给我回来 你混蛋 你去哪里啊 你 你们 你们干什么 臭小子 你吸的可是万寿山庄使家兄弟的独门武器 夺魂香 从此以后啊 你就要丧失记忆 再也不知道自个是谁了 兄弟 好狠毒 听师父对师母说 要把夫妹许配给你 哥 你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 谁让他赖他们想吃天鹅肉 你活该有此下场